歡迎大家來到馬桂拳龍職業棒球隊的客座教練 川崎宗德的媒體跟球迷見面會 非常開心在明星河的文教基金會創辦人 威英雄董事長的大力支持下 馬桂拳龍隊是正式回到了中華職棒的舞台 並且在前兩天已經完成了新秀加盟 同時以無敵解金剛葉君章總教練所領軍的豪華教練團 也正式的跟大家見面 我們重磅邀請到了擁有日職跟MLB經驗的球星川崎宗德 來擔任我們的客座教練 希望他把他的經驗傳承給我們年輕的龍將們 廢話不多說 現在就讓我們最熱情最嗨的掌聲加尖叫 歡迎川崎宗德進場 歡迎歡迎歡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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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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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請妹妹我們先拍張照 需要拿白Pof嗎 要可愛的Pof Pof 可惡可惡 有嗎 起起 可以嗎 還有嗎 好 幸福啦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謝謝 謝謝 好的 今天這個日子真的是非常的難得喔 我們其實另外呢也邀請到了一位非常知名的酬評 他對日子非常有研究 我們也掌聲熱情歡迎我們的李辰葉辰葉哥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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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 好 好 好 歡迎 好 熱 好 我們一開始還是先請大家講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這一次我們來到台灣的心情如何 我來台灣非常熱 台灣非常熱 然後呢 因為我來的時候會晴天氣 所以天氣很悲哀 我一直都在晴天所以很開心 他說呢他在日本每天看天氣預報好像覺得台灣每天都是這個降雨距離非常的高 沒有就下雨 然後他來的時候好像今天不是好天氣 所以他就是 是因為他來了才有好天氣對吧 是不是 是不是 好 好 那來台灣這明天啊 就是除了活動之外有沒有去其他景點或是吃一些美食呢 我們來看看 不然是 我們來講吧 不然是 好 好 我來講一下 我來講講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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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拍台這幾天其實除了這個球團相關的活動之外 他自己也有到了找幾個地方去做一些包括體能訓練 還有一些打擊守備方面連的練習 那當然也吃了非常好吃的一個台灣料理 非常非常的好吃 最好吃的最喜歡吃的是什麼 因為吃的東西實在很多了 所以他覺得他來台灣吃了之後 是他目前為止吃過的中華醬裡面最好吃的 今天這個球迷見面會的門票在網路上是15分鐘就被秒殺了 一分鐘嗎 一分鐘嗎 一分鐘 一分鐘 然後我們今天有非常多的球迷是從北中南 還有最早是高雄六點就來排隊了 可不可以請我們的Kawasaki跟現場的球迷朋友們說一些心裡的感受 大家 你好 你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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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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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也是英文一級棒的 那台灣是有學其他語言 台語還是英語 あの そうですね 勉強しました 通訳の理事の方が たくさん聞いたり これで食事の中で いっぱい色んな人に 教えてもらいました すごく難しいですけど 楽しいです 他來自幾天 大概就是有跟我問了一些 そして教育仙 然後淡淡的吃飯 飯局裏面 陪同吃飯 也都教了他很多 那他覺得真的是蠻難的 就是說不管是這個 中文還是台語 都非常的難 但是非常有趣 他對這個部分來講 他也蠻有心去學的 有學了幾句 可以六秀一下嗎 台語 或是 今まで勉強したのは 最初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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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你好 你好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 你 台湾語っていう言葉もあって ドシャっていうのは ドシャっていうのは台湾で 要するに 関西圏っていう大きいみたいな感じ 日本だとこんにちは ありがとう 関西圏は大きいんだけど シェシェとドシャ 就好像中文的シェシェ 跟台語的ドシャ不一樣 ちなみに僕は関西人じゃないからね 雖然他剛剛講到說 關西箱是叫OK 可是基本上順便提一下 他不是關西人 ユーロ あとシンクラ お疲れ様です シンクラ あとは何があったかな メモティ ワイキ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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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メモティとワイキー ワイキ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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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んな発音が違いすぎですから 他説明人交給他 この腔料都不太一樣 所以他説明知道該一切 新台湾語作ればいいかなと思ってますが 実は新台湾語作ってしまえば こちらもかな 希望大家製作一本 最正確的台語 必要再說一本 最正確的台語 必要再說一本 適合川崎中哲流 的台湾語 聽到了嗎 這是從我們的功課 幫他做一本小禮記本 你是寫了 You got an English notebook And right now you need a Taiwanese 書籍 Yes You got an English notebook 台湾語 回到日本之後 也會買台湾語相關的 這個書籍 書籍 然後好好地研究一下 早く早速教師 教師 然後可能 也會去上一些 中文課程班 非常認真 好 那當然 這一次 川崎來到台灣 來我們 郭城隆隊擔任 客座教練 其實大家最關心就是 當初就是為什麼 有這個緣分 你好 我會臣不知 我從小臉 有這個故事 是很疑忽 有這個故事 我會在台灣 的手段 你有這個故事 是有這個故事 我會在台灣 有這個故事 是你的故事 有這個故事 我會在台灣 的故事 有這個故事 有這個故事 是有這個故事 生病的關係 所以放棄了棒球 大概跟棒球都沒有接觸 那當他身體差不多好的時候 剛好在台灣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朋友 告知他說在台灣可能有機會 你可以再重新回到球場 那在那兩位朋友中的協助私下 他就有這樣的一個姻緣 能夠跟這個貴拳簽下這個合約 是哪兩位朋友方便透露嗎 分明了 我二人的朋友是誰 誰幫助我 抱歉,有幾個人 所以說了幾個名字 就說了幾個名字 很可憐 所以我二人的朋友 就讓大家感激一下 他說因為這個有親子 朋友他們不是業界的人 是有一些隱私的一個部分 所以他暫時在這邊就不公布 因為公布的話可能對他們來講 會比較可憐一點 所以他就暫時幫忙 那朋友 是不是有一首歌叫朋友 你會唱朋友嗎 朋友的歌 現在就學習了 但是他就練習了 但是他就練習了 所以他也有兩位朋友 教他 他說這首歌也是他那兩位朋友教他的 那當然是記得很熟 那接下來他會好好練習 把這首歌唱好 期待期待 當然陳葉哥這邊有一些 比較專業上的問題 是我會問一些關於球場球技方面的問題 那 好 首先是這個 我們知道這個 川西風澤以前曾經代表過日本隊來台灣打國際賽 那也曾經代表過軟銀隊來台灣打過亞洲職棒大賽 那這次來到台灣分之前代表國家隊和自己軟銀球隊的整個心境上面有沒有什麼不同 或者是這一次有沒有什麼比較覺得不一樣的地方 兩位是雙手 我們在大阪中的大阪中的大阪中間在海裡 兩位是來台灣的取消負 而在出閉路上雙方的一群好 兩位是來自出閉路中的一群同 otur 這個地方是 當時是酒場 酒場 酒場 酒場ばかりだったから 全然分からなかった 全然外出ていなくて でも今回は 色々 観光をしたし すごい 楽しい いいとこだなと 前回来た時よりも すごくリラックスしてますね 他說 在 不管是07年還是11年的時候 當時他是選手的一個身分 來到台灣 就是軟移的選手 這次純粹以川崎終責 個人的名義 來到台灣 當然在整個心情上面 也完全不一樣 這次的出發點 完全就是他個人來台灣的旅程 再來就是說 過去來講 換言之選手 他每天出 球場跟飯店之間的移動而已 這次來真的是個人 除了一些活動之餘 他也到處去看一下 台北這個地方吃一些東西 所以整個心情上面是 相對的一個 非常輕鬆 非常輕鬆 再來也看到 非常多有趣的東西 整個來講 是非常愉快的一趟旅程 目前對於衛拳龍這支球隊 您有什麼樣的了解 跟教練團或選手稍微有接觸過了 覺得這支球隊 您覺得目前是怎麼樣的一支球隊呢 您有什麼樣的 您告訴我們 您的希望 我甚至只在草莫在芸前的情熱那些阶段 但以前草莫是歴史的中心 那些情感和是20年度から的事 就是因為新的尊重新的情緒 所以就在與豪華的生活中心 所以正在我情形內心的感覺 就是同一個在我身上的大陸 對 他說之前自己今天有跟魏先生魏老闆 還有跟教練等級稍有聊過 挺有聊一下 他選手是還沒有實際的跟他們有溝通過的一個詢問 基本上因為這支球隊 其實透過跟總教練跟老闆之間的溝通 他覺得大家對這個球隊是充滿了非常多的一個熱情 他也從旁了解到說 其實魏選這球隊是當然有歷史 歷史非常遠遠的 大概差不多經過19、20年 這支球隊重新出發 那是一支全新的球隊 對他來講當然也是一個全新的球隊 所以他也希望說 全新的球隊剛好 這個球隊剛成立是一個全新的球隊 他也剛好在尋求付出的機會 他覺得兩個人就是有那種 天雷溝通地盟那種緣分 所以他希望這一次他也能夠 自己能夠在重新付出之後 對這支新的球隊也能夠有所貢獻 然後幫球隊創造一些新的 一些東西出來 那這邊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您從以前 在日本的時候就是在 這個球棒的控制 打擊的時候球棒控制 還有這個手臂 接捕的傳球 還有跑壘的技巧方面 都是被稱為是一流的 那來到台灣 您希望帶給 年輕選手們什麼樣的 一些示範的效果 或者怎麼樣 給他們一些遲早 そうですね やっぱり僕はいつも野球が大好きなので 楽しむことが一番だと思う 楽しむことをまず忘れないこと その中でやっぱり残酷なスポーツなんで 野球は残酷です なのでそれはもう十分分分かってるから その残酷の上でどれだけ 自分たちが楽しいプレーをして 皆さんを元気づけれるか そうが一番大事だと思います でも自分は自分たちがまず楽しむこと やっていきたい それを教えていきたいけど まず僕が楽しめないと だからまず今 一杯僕が 台湾の野球を楽しもうと思っています はい 他自己本身非常非常喜歡放球 也很享受打棒球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但是放球是一個非常殘酷的 一個世界 一個環境 所以他也會告訴年輕的選手 打棒球這件事情 他環境是非常的殘酷的 所以你要随時要保持 一個熱情 然後再來就是 你自己要樂在其中 以他自己來講 這次來到台灣 他能夠重新再回到球場 他自己本身身為教練精神 他一定自己要先享受這個過程 先熱在其中 才有辦法把這樣的一個心境跟這樣的精神傳達給年輕的選手 所以他來到台灣之後就先自己要做到的 就是要先讓自己享受台灣的一個棒球 然後把這一份的一個熱情傳達給年輕的選手 那在之後啊就是面對我們年輕的蕙泉龍小將的時候 第一個想要教的是打擊手臂還是舞蹈的部分 因為穿起就是舞蹈我現在對得非常好 是要先以嚴肅的角度還是先以輕鬆的角度 まずはみんな地を超えていると思って かがち超えている人たちにはまずお酒から教えたい お酒 先從酸酒開始就要寫 Really? 所以穿起酒量好 所以你意思嗎? 忘れようにならなこともいいことも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不錯的一個東西 就是很多東西你還是要選擇去遺忘人的 這個也是不錯的 好那我們現在要開放我們現場的媒體朋友們來進行訪問 有媒體朋友們想要發問的嗎? 請舉手 OK 不好意思 這個麥克風 請舉手 請舉手 私はと同事 私はと同事 答案を 私たちとして調べることもありますが 選手として出場されることもお考慮的聴託 またその社員は現在のブランクマットの問題に対象 と同事で はい 以上 這次來自日本共同同學生的記者 他提到的問題就是說 這次他跟衛犬老主要是以教練約會者 那未來是不是有機會以選手的身分上場比賽 還有他隔了這麼多年 這這一年多的時間就是再重新復衝 那目前他的身體狀況大概是怎麼樣 所以請他講一下這樣子 そうですね 選手として9割 法治として1割で選擇了と思います 那他目前其實他自己的心情上面 他的臨力啦 9成是想要當選手 1成是教練 但是即便只有一成 他還是希望這一成 他會好好的去指導這些年輕的球員 那至於身體的狀況 他覺得已經回復到75%以上是沒有問題的 一萬一副ができる球は73% 他說20年後 他把他最好的表現出來的這個目標 為什麼是大概只有73%左右 我們下一位 那一位朋友 有阿發問了嗎 他這麼害羞喔 後面後面是不是 來 麻煩一下 我把MID 一下 不好意思 我是Eleven Sports的張正玲 我想請問一下穿梨通責 就是這次來到 剛剛談到來到台灣 是以教練的身分 那未來如果在中華職棒有機會 會不會也有機會來到中華職棒來效力 比賽 就是當洋將這樣 好 我們這一集的過程 試合出來了 他會上場 但他會上場 但是因為他是教練 所以他會擺睡出 他是教練很會放假 好 還有 我們可以朋友 有問你嗎 有問靜姐 靜姐這邊 他不是姐 你是靜姐 我想請問一下 跟其他組 那剛剛有講到說 你以前 因為之前也有當過教練的經驗 那我們知道台灣的教練走的 是比較演歌風格 那他自己會期待自己是一個 才會的教練呢 是選手的幽默 然後還是台詞或律師 都不在練歌風格 謝謝 謝謝 そうですね 2月1日大愛 那當然 他自己本身是比較喜歡放鬆的一種心態 那因為來到台灣其實有嚴重一點有問題 所以 溝通商品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他就說溝通比較困難 所以他就是 Just play 就好了 就不要去想太多溝通的事 他說當然 溝通有時候真的很難 那在溝通的情況之下 有時候你要確實完成溝通示範 混乱一點 所以其實最好的交流方法就是 一起搭槓球 台湾第五 謝謝 台湾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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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Rodenstein Just do it Right That's it Just do it Just do it Just do it How's it How's it And drink And drink Yeah 好 我們還有Basel 有問題嗎 擠個手讓我們知道 來 麥克風麻煩謝謝 好 蘋果日報終於能 我想要請教串擊中的先生 那個 這次您到臺灣 接下來為什麼有接受教練這個新聞 在日本引起很大的選擇 這個影響 那那個 軟營的幹部有提出 如果有機會想要請你回去 擔任二軍或三軍的監督 甚至一軍的教練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有更大選擇 そうですね 監督 監督とかは やりたくないですね 是非最後まで ダブルプレイについて 70歳になっても80歳になっても ダブルプレイについて 電池と考えるときです 放棄とか飲みながら まあどこは 現在他不會去考慮說 單日子球隊的總教育之類的 他希望每一次 他可以在場上不斷地完成雙殺 不斷地完成雙殺 不斷地完成雙殺這樣的動作 一生73歲 他還希望他可以在場上完成雙殺的動作 這個雙殺的動作 就是邊喝咖啡 邊完成雙殺 所以現在教練這個職務 在他腦間裡面是常常常的 要求人 凄い人が高くなります 更厲害的人 是去擔任總教練 他不是擔任總教練的一個材料 對 所以讓更厲害的人去擔任總教練 我想要補充 因為剛剛提到雙殺這個動作 是怎麼樣練習才有這樣子的動作 啊...Sense 他說可以告Sense 對 Sense Sense 他說他想在場 各位應該都會幫你做到 對 我跟他做到 OK 那因為 他說因為他有Sense 他做得到所以我會選才會跟他選擇 對 是 是 他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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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還有位置朋友們有問題嗎 麻煩幾個手喔 有嗎有嗎 不要害羞 他難得來 有嗎 來 有嗎 來 他想說 是 關於 這一集 是 哪一集 是 要 這是 河崎 你 發燒 你 從 那問到了就是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想要來到這個台灣之道 那在他來到台灣之後他自己設定的目標是什麼 他想要達成什麼樣的目標 那這位記者是從他的軟音的主場 西日本新聞專程過來的這個記者 そうですね 最初に自分が台湾で その友達が二人ね その事を話した時に 探してみるって言われて 簡単ではなかったです たくさんのいろんな事があって 簡単では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 このルバモンズに決まった時は もちろんライトモニング それでもやれるのか 聞いてた時に是非やらせてくれ やっぱりそれも縁なんでタイミングがバッチリだった 僕が自分が新しい環境で野球をやりたいと そういう風に思ってたので すごくタイミングがマッチリしましたね すごく飽きやすい性格なんです なので新しいところに行ったりすると 感性がいい感じになるから それもすごく良かった これからの目標はね 子供が三人いるんだけど この息子がまたまた結婚することになって その生まれた孫ですね 自分の孫に我們のダブルプレイを 援助するのが今の目標かな 台湾の方が来たのに 台湾の方が来たのに この過程は 2位の方が遷陷 でもこの過程は 皆さんの想像がとても簡単に その2位の方が 台湾の方が 他の方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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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た 他の方が 今 though その通りから そして スタッフリボンに 致くなる 這段時間他一直剛好結婚在一起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姻緣可以來到 為什麼我們這支球隊 那至於說他來到台灣警方為自己設定目標 因為他有三個小孩 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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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女兒 那為自己設定的目標其實不是在中華警方 他希望一直到他家來警方 他有小孩結婚生小孩了 他還可以表演這個雙殺給他的孫子看 所以他會來的女生 這樣 好 那我這邊再繼續問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對於就是這個專輯學校很喜歡 去接觸這些新的環境 那我們也知道他過去到美國到加拿大 都適應的非常的好 那接下來其實大家也知道是一個國際化的實戰 那有沒有什麼在這個對陌生環境 新環境的這個適應方面 可以提供年輕人參考的一些地方 那有沒有什麼秘訣可以這個教大家的 啊 そうですね 新環境是要不明白的 所以 首先 要把勇氣持在一起 那是最最重要的 還有 想不想做什麼事 所以 要把勇氣持在一起 所以 要把勇氣持在一起 然後 要把勇氣持在一起 他說 對於年輕的學生 對於新環境的挑戰 他認為其實最大的就是要扶起勇氣 就是說 我就到新環境去挑戰 那至於說 你既然決定要去挑戰 就不要想其他的事情 去就對了 不要想說 我到那邊會發生什麼事情或什麼 都不要想 去就對了 那剛剛補充就是前面那個記者 他問了他的回答 他說其實他 對於很多東西 他可能一下子就會產生一些 可能開始產生膩 所以他 很喜歡去新環境 那他覺得新環境可以刺激他的一些成長 刺激他重新去思考一些問題 所以 對於到新環境去挑戰 是他一直想要 一直以來 一直都還滿有興趣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到新環境去的話 只要你決定要去 就補充氣 然後不要想其他的事情去 因為我現在很喜歡 現在我非常喜歡 以往的時代 現在是時候 在他說 設施文時代 或者人和人都在一起 但是 視覚也會有 視覚也有 視覚也會有 一番いいのは嗅覚也會 是因為 臭味道的 在這裡就是臭味道 臭味道的 臭味道的臭味道 臭味道後 臭味道的 臭味道 臭味道的 是很重要 臭味道的 臭味道 人的五感裡面就是你可能有視覺、有聽覺、有嗅覺 那他覺得最重要是嗅覺 嗅覺就是味道的東西 那比方說新的地方或者什麼東西的有味道 或者你自己的味道 其實假設說到其他新的地方去 你要知道它的味道 一定要你親自要去到那個地方 你才能夠知道說那個味道到底是什麼樣的味道 那你了解這個味道之後 其實你才找到自己的一個身處的所在 才有辦法去重新的視力 所以他認為嗅覺在人生的過程當中 嗅覺的感受是最重要 那透過嗅覺、透過味道 你就可以對這個環境有更多的認識 更加熟悉 好,我們繼續開放兩個問題給我們的窮迷朋友好不好 今天窮迷朋友真的是非常欣賞 我往來看一下 好,我屬於一人當好不好 來,一、二、三 中間這位黃色最壞 然後,麥克風 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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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粉絲 有什麼搜尋 站起來啦 請坐,請坐,不好意思 好,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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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請問他一下 他作為選手在日本職棒 在玩有非常多的成就 那,漢達王 他作為日本代表 曾經在06、09年在WBC 也幫日本隊拿下過世界第一 然後還有,在所屬的芝加哥小熊也拿到了世界大賽的冠軍 那,我想請問他一下 在整個職業生涯 在球場裡 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場景 這一個是在什麼時候 好,有什麼問題 そうですね そう,沢山いい思い出があるんですけど 今一番野球先生一番今いいのがね 昨日いた室内練習場で いいタッチプレーの練習ができた それが一番いいのが 昨日の練習部一番 よく果たす 僕の動作は 他說當然剛剛提到 他在日本、在美國對很多成就 但是到目前 我一直在他棒球人生裡面 他覺得最棒、最最好的事情 就是昨天他在無辜的職業打擊場面 他對他那個打擊的手感 他那個手臂的手感 就非常非常好 那個是他到目前為止 人生的 棒球人生裡面 他覺得最棒的事情 他說他對回憶一下都忘記得很快 所以他永遠都是認為 隨時就現在 當下就是最棒 最BEST 好 陳彥哥來選一位球 你要數3、2、1 好 好 那我數3、2、1 好 來 三、二、一 隨手隊的球員合 科技選手你好 你好 因為我們知道說 你在美國、在日本 都有曾經打過球 那如果說要讓你用一句話 來形容 日本還有美國的棒球 那你會怎麼形容 那還有一個事情是 因為這次你來台灣 你想要留下什麼樣子的一句話 給台灣的棒球 環境或是整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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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環境改變了, 日本和美國全然不同了 我們5年去玩了, 全然不同了 練習內容, 教練方も全然不同 所以, 我想說, 日本和美國的野球也有了 我們來台湾, 當然, 同樣的事情 eye to ui 他說基本上在日本跟美國的話 其實他認為因為放學文化不一樣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不一樣 包括你學到的東西 或者教練教給你的教學的一個方式 甚至面對比賽的方式 其實那時候都是不一樣的 包括他將來來到台灣之後 他也相信台灣對他來講 你是一個跟過去日本跟美國職棒 甚至一個體力是完全不一樣的 教法也不一樣 但是身為一個選手 其實面對比賽 你的一個過程 你該怎麼去做一個調整 你該怎麼做一個訓練 不管你走到世界來的國家 其實那個都是一樣的 即便放學文化 國家放學文化不一樣 你可能碰到東西 但是對你自己個人在面對比賽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追求你的東西 怎麼樣去讓自己成長 那個東西不管你走到全世界各國 都是一樣 所以他一直都是在做 在學習 那也能夠在這個新環節裡面 期待加上可以看到很多 又跟過去在日本跟美國 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的呈現 不管是日本還是台灣 其實只要你站在球場上 你教選手 你應該教出來就是正確的東西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那全世界來講的話 只要你站上這個球場 你就要呈現出來你的東西是正確的 真是不會變的 好 我們最後一個機會給球迷朋友們好不好 來 數三二一打開 三二一 來高雄 來自高雄 早上六點就來 等拜的美女 他說你不會想睡覺嗎 沒關係 昨天晚上三時到達 昨天晚上三時到達 三時到達 但我看見了之後 我已經很快了 好可憐 大家很快很快 我都很不愉快 我最愛的一位一郎選手 一郎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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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後 你在台下時泣了嗎? 還有什麼想法? 我開始了一堂選手 在中學2年生的時候 一堂選手 成為一堂選手 她說其實剛剛這位小姐問到 她最喜歡的選手是林伯宇朗 林伯宇朗你可以說她在日本 是不是情緒很激動 那對林伯宇朗還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她說其實林伯宇朗是促成她決定成為 這個棒球選手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援動力 她大概在國中外演出之後 看到林伯宇朗的一個比賽之後 她就確定她將來要走棒球選手這一條路 僕が野球を始めるきっかけ 彼ら野球選手上的比雜師さん きっかけでもあるし 一緒にWBCで2006年 戦ってずっとトレーニングもさせてもらってます すごく仲良くさせてもらってる 大好きな大尊系統先輩です 那當然林伯宇朗也是她第一次要成為職棒選手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契機 那2006年她們打WBC的時候 就是跟林伯宇朗有更深一步的認識之後 之後呢這個包括每一年的一個制度訓練 她們都會一起練習 所以這麼多年長她們一直保持非常好的 理解關係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朋友 那林伯宇家個人非常非常崇拜非常尊敬的 なので今回日本で彼ら民隊の試合をした時には すごく皆さんは悲しんだと思います もうプレーが見えないから ただ僕は一緒に5枚いけるんでね 悲しかった 她說今天在東京巨大儀隊比賽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很難過都哭了 但是呢因為剛好林伯宇朗可以回日本 她也在那一起吃飯 所以她也很難過 所以她也很難過 それでは皆さん 僕を羨慕してください 她說請大家羨慕她一下 好 好 我這邊好像有接觸到一個訊息 是我們現場有嘉賓 驚喜嘉賓來到現場 是嗎 We got a special guest 對不對 那我們熱情的掌聲歡迎神秘嘉賓 好嗎 看看是誰 是誰是誰是誰 熱情掌聲 掌聲 喔 歡迎我們的威脯董事長來上現場 歡迎 歡迎魏斗 歡迎魏斗 好 好 我們先請魏董兩位 先來拍個照好了 好 先拍個照 拍個照先 魏董先好難得 好 來 看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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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再給我個位 好 來 魏董那位 好 好 還有禮物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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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這邊 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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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 起司 起司 倒車 可侮 扶此 起司 講ez 我們還有準備禮物 我們還有準備禮物 這是什麼禮物 這是什麼禮物 是 那要給他用衛權的大家庭之一 所以把他送一個衛先龍 可以 這個是千年不壞的一個 還有這些台灣的原生種的租點 這是我慧董把他燒成這樣 我慧董親自寫 然後親自把他燒成這樣 謝謝 謝謝慧董真的好用心喔 我們也請媒體朋友們幫我們捕捉一下 還有哪邊這邊 還有哪邊這邊 總常會吃得利一點 對 反應喔 謝謝魏董真的非常用心 謝謝謝謝 好那請魏董留步 魏董留步 那我們禮物的部分 先把它保管起來 待會兒會 就是再教給他 因為魏董今天真的非常難得 然後我們現在要進行一個 就是大合照的儀式 但是我們要用自拍的模式 所以可能要請我們的攝影大哥們 就要不好意思要請你們移動到 這個沙發區 我們才能這樣子拍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麻煩 那請求迷朋友們也是留在位子上 我們請我們的攝影大哥們 麻煩就是來到我們的沙發區這邊 我們要進行一個大自拍的一個模式 麻煩大家 好那這個如果方便的話就 呃直接拿機器就好了 yes 我們等一下喔 我們等一下 喬個位子喬個位子 喬個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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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後面的頭皮筒可以稍微 暫時來一點點 如果你們沒有在進行一個房子 大家小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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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的都可以嗎 注意安全 好來我們先第一張來 1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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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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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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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 2 2